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 我是白龍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實況 好 打一下 今天的主題是 白龍 與白木的 小點 白龍與白木的 減肥 減肥 觀念 幹嘛 觀念 白木現在在我旁邊 太小聲了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白木 好 那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想要講這個 這個字要用特別一點 白龍 用一些比較酷的顏色 藍色好 這樣 白木就是粉紅色 好 那 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覺得白木的 白木的減肥觀念很奇怪 讓我來 選個比賽 這個 好 用這個 來講一下喔 你完全沒有跟我講要實況什麼 你就這樣子 開始了 好 我來畫一下 這個是一個人 好不好 人大概長這樣 好 那 假設這個人60公斤好了 60 公斤 好不好 好 那白木覺得 人啊 每天都要吃飯對不對 吃飯就會很開心 所以 白木覺得 吃的東西 吃進去裡面 就變到肚子裡了 然後這個東西 假如有兩公斤好了 那 照理來說 這裡應該就會變成 60加2啊 那 白木的觀念就是 他變胖了 可是這個是食物的重量啊 所以大家說他有沒有病 對不對 那 白龍的減肥觀念是 吃下去的東西 就這樣好了 好不好 這個有兩公斤 那 你 你過了 八個小時 他就會變成 大便 那 所以 大便如果有1.9公斤好了 那你也才胖 多少 0.1公斤呢 所以 這樣才是變胖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有啊 太小聲了 有啊 可是 你不可能8個小時 又都不吃東西 所以 你就會一直吃 一直吃很多 然後大便又大很少 所以 你就會一直飛 一直飛 好 白木獸這個是另外一個 階段 如果 你的大便 沒有 大出來 他就變成 樹便 那 這可能有 0.01好了 哪有那麼輕啊 然後 一堆一堆 慢慢加慢慢加 慢慢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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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會變成 一大坨 然後 這麼大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 不是胖 這個是另外一種 就叫做 呃 大富婆 便秘 所以是我嗎 沒有啊 所以我一直是說 這個不是胖 所以這個是錯的 好 換個顏色 這個是錯的 噔噔 好 那這個才是對的 叮 好 這個觀念才對啦 這個是食物的重量 不是真的 而且 而且你這個 換個筆劑 你這個 你這個 62公斤啊 也不是 也不是胖啊 只是你的重量 重 量 重量 重量不等於 胖 胖 欸胖怎麼寫 胖 對不對 不等於 看到沒有 好 蛤 重點 重點就是 這個是錯的 要畫個大叉叉 再畫一次 欸 比賽 錯的 叮叮 好 那我們今天實況 就到這邊囉 白龍與白木的減肥觀念 好 那盡情期待下一集的實況 掰掰 掰掰 近一點 掰掰